人需要神 不外乎是在无助恐惧时求保佑 在贫病苦难时求希望 在贪欲执着时求财求富 经典杂志制作的《出神入画》 基于探索地方传统的艺术面 从台湾民间信仰里的人情出发 对应台湾社会所产生的各种互动 结合信仰 艺术 民俗 地景 人文等观点 以在地国际观写下有情人间 希望读者阅读此专栏 在逐步理解过程里产生共感并能认同 在我们进到21世纪来的时候 大家一起来共同解构 这个台湾的现阶段的一个宗教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现况 我会觉得这个题目应该在这个阶段做起来会非常非常的有趣 以这个一年半来的一个采访行程来讲 他们拜访了超过120间的一个庙宇 那刚好我们那个街黄 他从小就在宫庙长大 所以对他做这个题目就是他觉得就是他天神的使命 看到的其实不只是神 我更为重视的是当中的人 所以书名定为出神入化 原本那个画其实是造化大自然上天的意思 可是我却用说话的帮助让大家知道 其实这些偏偏的报道我更为重视的是人的观察 对一个摄影师我觉得是一个privilege 因为别人的信也是不一样的 因为第一个我觉得是最重要 你会认识他们是谁 第二个你要去会拍不一样的东西 想象的我们的街黄从小在宫庙长大了 带着一个老外 我想就在庙里面对菩萨众神有灵的话 有一个灰心的一笑 我觉得你要真的了解一个地方 一定要看他们的宗教的信仰 他其实里面牵扯到人的一生 人的故事 还有包含社会的关系 以及历史的面貌 其实这些都是这个可以去切入的角度 出神入化应该是可以让你更加的 在21世纪好好来解释 过去你的祖先 如何传承这个宗教信仰给大家 所以也是应该 我觉得是我们应该必看必去了解的一个 更去探知的一个领域 融合宗教 哲学 历史与美学 在众神喧哗中写下有情人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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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